护持中华护申协会 卫生胎儿 第八是吸气抽轮 有点吸气种种像 所谓行不行的插破像 随起熏悉像 随众生行熏悉像 随夜烦恼熏悉像 散不散无际熏悉像 随如后游熏悉像 次第熏悉像 不断远行不舍熏悉像 实非实熏悉像 见闻清静 身闻独觉菩萨 如来熏悉像 熏悉的含义呢 就是习气 就是习气 习气啊 习成了一种的 惯性 这叫习 习是习来的 习来的 熏呢 就像香气熏悉的样子 也有臭气熏悉的 如果你经常打扫厕所 那你的信息就是熟悉 去想 昨天我讲故事没讲完 讲半截 咳嗽的说不出来了 就没讲了 这个罗汉我名字我记不得了 我姐其实这种事 他过河的时候 他不愿意思想神通 他让那个河神呢 把河水给他断了 就是他对人家不说客气话 因为他多生累劫呀 生生事都生为富贵家庭 咱们说使奴才呀 使仆女呀 用人用惯了 说话的习气 光人家都叫小贝 小贝啊 过河神光 那河神说 小贝断流 说你把水给我断了 我要过去 那个河神嘛 因为尊敬他嘛 他是恶罗汉了 正罗兰国是圣人了 虽然是把水给他断了 过去了 那河神心里头就不大说服 说道如来跟佛说 说你弟子母母啊 太不尊敬人了 太不尊敬人了 也是没有礼貌 那佛就叫这个河罗汉呢 给这河神道歉 但是这个河罗汉给河神道歉呢 他还是称他说 小贝莫尘呢 他说你不要生烦恼 这是我的习惯了 那河神就当时更不愿意了 说你看四尊 他当着佛的面前 他还叫我小贝 小贝断流 佛就跟他说 这是他的习气 那么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你多生带来的习气呀 细小微细错 每个人的行为 各个不同 他有他的习气 这是他的习气 但是我们把这个习气呀 好像是不关大局的事的 非常重要 我们在古来说 孟子大家都知道吗 他母亲带他 经常迁居 就经常搬家 那有时候他住的 乃至那个屠宰房 杀猪的屠宰房 那孟子就学着杀猪 他妈妈看见这个不好 就把他带到一个学堂的房边 那他就学着读书 说是 古来说是性相近 习相远 说习呀 习完了沾上这个习气 就脱不掉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气 习气 说这个习气像 就是像我们沾眼的 模仿 也就是模仿人家的 模仿人家 都有习气 那你过细观察 每个人都每个人习气 习气有种种相 每个人所做的 他有种种差别相 那么讲这个习气话 说我们经常在乡房里的待着 那你出来是你身上就有乡气 如果你在土壤房呆呀 那你那个腥臭 习气又不同 那我们这个习气 熏的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这学佛法 沾了佛法的熏习的气味 那么呢 这个把它解释出来 一个是 我们的玩意 有过去的 无量解的识 识 所受的熏习 有内熏习 有外熏习 内熏是你自己的 过去的熏习 外熏习就现在 我刚才讲那个 让那小孩模仿性 站着什么学习什么 熏的是一种弃子 熏呢 就是学 是学来的 一个弃子 跟他学来的两个 就叫熏习 那么无量解来呀 就在这个熏习当中 所成长的 就是我们那个食神呢 灵受到了 嗯 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是受的果 果 这是果 这个果所带来的 前生的 过去的 散业 乐业 那个阴 那个阴 但是 由于那个阴里头 含着有种 习气 那么过去 后不是 耐舍 多生 眼生习气 那今生呢 他还是耐舍 这叫阴习 有时现在跟人家学习 学习来的 看人家做 模仿做 但是心里耐好 喜欢 嗯 影响到闷 生生受生 种种差别相 种种差别相 嗯 修道的 他受种种讯息 他耐修道 修道 嗯 那么每个人 学了佛法之后 你自己又知道自己的习气 你特别耐好什么 特别更反对 不耐好 不但不耐好 还抵触 还生抵触 嗯 就是因为你过去没有这个习气 嗯 那你过去呢 你所受的熏呢 嗯 熏的有这种习气 嗯 这些大乘启习论讲啊 二种熏习 熏习道 嗯 每个人 每个事物 都入世 都是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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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队就是随着众生的行为 随着众生他的趋向 都因为熏悉得来的 嗯 如果你过去是那轨道 转了人了 嗯 你喜欢那个死鱼呀 烂虾呀 吃的东西可是喜欢那个星宿的气味 嗯 如果你过去是修行者 嗯 对那个幼泪呀 或者那些什么的 你又闻着就翻味 嗯 不习惯 不习惯 嗯 嗯 但是呢 这个众生 从无始始来 就被熏悉 熏悉的种子 嗯 嗯 那他 发生了现生的现行 嗯 嗯 一个母些人 那也给母些人打对 习惯啊 嗯 就是随众生的行 众生的习惯 嗯 嗯 哪些人 他亲近哪些人 是他的缘 是他习惯 嗯 有些人对于做那的 都非常反对 都非常远 看做那事的 而对那个 屠宰房啊 反正一些那行的众生 他远 得善行的 他近 但有些一个人 他见着和尚就反对 嗯 见着修道者 见着老道他也反对 他就没这个善根 嗯 这就有个故事 一个国王 养了很多的像 他这个像啊 这战争时候非常发生威力 发生威力 嗯 那这国王呢 就这个像呢 就非常的 这个 饲养的坟好 非常耐乎 但是啊 他在寺庙旁边 做这个养相的处所 那族上没几年这些像啊 在别国来打仗的时候 像不打了 斗争性没有了 这国王就很恐惧啊 啊 后来他大臣建议啊 说是 圣上啊 你不该把这个养相 地方建了世贸旁边 那和尚 世贸旁边出家人都是慈悲的 那相的 那斗的性的斗性啊 没有了 那怎么办呢 说把这个养相的地方 搁到那个宰杀的房 杀生那些地方去 嗯 啊 那相的性 善性就变了乐了 斗争性就要强了 嗯 嗯 就是 就是随众生行 而起的变化 嗯 嗯 嗯 就是随他的业 像我经常那跟烦恼的接近 或者你的道友烦恼特别重 你一天跟他带回兑 那麻烦 你渐渐也牺牲烦恼了 嗯 其实 这是这熏习的含义啊 很重要 很重要 佛城经 有时候 有两个弟子 一个让他说白骨罐 一个叫他说 修书习罐 嗯 那这两弟子 越修越不成 修的啊 变成斜贱了 甚至于腿道 那佛就见到 佛就知道了 佛就呵斥舍利弗 说你这个颠倒的教化呀 产生错误 佛就叫那个 修书习罐的 修白骨罐 修白骨罐 说修习罐 那修习没好久 他俩都挣得恶罗汉果了 这就是他们的过去的习气 应当修如何法 嗯 形容这个询习 修习的习气很重要 说善 跟不善 嗯 互相交叉的询习 嗯 嗯 如果是 你在三宝当中 这就是善询习 嗯 善询习 嗯 那你的善性啊 就非常强 乐就没有了 乐就没有了 所以善性当中啊 善性 乐性 无忌性啊 说你经常的 说善业的询习 那你的心理就都是善了 嗯 所以 询习非常重要的 嗯 我们有很多道友 给我写信 特别没出家人 出家人啊 他住小庙 小木乃至的邻居啊 或者寺庙旁边啊 庙里的 师父也少 三五个人 也没学过佛法 嗯 最好的嘛 就是天念念佛 嗯 那他这种询习啊 渐渐渐渐渐的就 就堕了 往下堕 嗯 嗯 那他得想到 对普苏寺的询习后 嗯 这就是 在大众之中的询习 他日子是现生了 他牵涉到后生 牵涉到后生 咱们大家都知道中阴身吧 中阴身 什么叫中阴身呢 死后 生前 你现在死了 死了还没生 还没受生 这个中间就叫中阴 中阴身 嗯 但是你在中阴身的时候 非常危险 嗯 这本来是 没什么境界像 嗯 如果你一见到 什么境界像 就随着什么境界像走了 走了 嗯 那就 看你的过去的 熏胁的力量 熏胁力量 嗯 熏胁力量的强 散的力量强 你会升到 上三道去 嗯 那的力量强 你会升到 下三道去 嗯 同时呢 如果你在阴的当中 阴的当中 过去修 过去修阴的当中 嗯 嗯 看你所重的阴 就是 善业 乐业 哪个重 嗯 如果善业在前 乐业在后 善业重 那你会升三 上三道去 如果乐业强 善业强 会升到三恶道去 三恶道去 嗯 这个熏胁的力量 就是说你这个 种子的习却的力量 与果 与你港果的次第 差别 非常重要 嗯 嗯 在密宗他修行的时候 他求加持 特别是在中阴窄路 嗯 在中阴身那个路都非常窄的了 嗯 希望的上师加持 对 因为你在这个过 在升的时候 善业多 善业强 嗯 熏胁力量也强 嗯 那就升你三道 我三恶道的时候 是因为你那个 乐业熏胁力量的强 嗯 把你牵到三恶道上去 嗯 说你在这个修行当中 要离开世间 离开世间 世间 熏胁那个因啊 嗯 就是如果 事先熏胁那个因 你把这个因断了 因断了 就离世间 离世间 你靠你 离世间 那跟你的后生啊 你所学习的 你所遇的姻缘 你的耐好 耐好 有过去熏悉的力量 和今生你熏悉的 都是大乘教义 那你就特别耐好大乘 你见着非常的欢喜 小乘的法呢 你不耐学 不耐学 但是你很耐学小乘法 不耐学大乘 也是你过去的 熏悉的因 所以在法化经上 难乐行品 难乐行品啊 他令 令一些弟子们 不要亲近二乘 怕他成为种子 那有些个呢 一般的因为 我了了生死就好了 要是生问圆卷能断了烦恼 断了贱子货 我了了生死就好了 他愿苦 愿苦而修道 这一般修的呢 是空啊 修空修悟 不修大悲心 舍掉大悲心 那他进入 就是进入二层 所以这个 熏悉的含义啊 就是你种种的习气 一个人有个气质啊 经常说这人气质很好 就是他过去熏悉的 很好 如来有无习气字 如来单有一种字叫 无习气字 没有习气 就是断习气很难 断了烦恼了 断了污名了 还要断习气 如来是断了 没有习气字 但是九地菩萨 他断一切众生 他相关众生的习气如何 随着你的耐耗 来熏修你 是你气质转化 到了九地菩萨 他能随顺如来的智慧 了知一些众生 种种习气 皆能了知 皆能了知 以他大慈悲的智慧 发挥众生过去的散习 散的种子的习气 那你迅速就得到 幼稚众生 正定 邪定 不定 正定 不邪定 不定相 所谓 正见正定相 邪见 邪定相 二句 不定相 五逆 邪定 邪定相 五根 正定相 二句 不定相 八邪定 邪定相 正行 正定相 更不做 二句 离 不定相 身着邪法 邪定相 行行 圣道正定相 二句 蛇的 不定相 这讲 这一段是讲的 三句性 三性 恶性 不定性 正见 邪定 不定定 本来是就正定 邪定 但是他不属于正定 也不属于邪定 还没定呢 不定邪 不定定 有正知正见的人 那他入的定是正定 邪知邪见的人 是邪定 二句不定 这叫不定相 那凡是这五逆罪的 就是邪定相 反正都五个例的 就正定相 二定都没有 都不定 八邪定相 正性正定相 更不做二句离的不定相 这两个都没有离 也不定 不定于邪定相 不定于正定相 在每一定当中 这个全是讲不定相的 圣行的正道 行正照的 是圣道 是正定相 就是邪法的邪定 邪定相 既不是邪定相 也不是圣定相 没有决定 二句不舍的不定相 所以有涅槃法 没有涅槃法 涅槃的正定 涅槃的正定 决定了 修这个时候 没有邪定 二成人之中 修涅槃法 修涅槃法 就修 定的功夫的力量 就是说 不生不灭法 修道的时候 入灭 入灭 就是正定法 正定法 说没有 没有定 没有正定 没有正定的 就是邪定 就是邪定 正定跟邪定 它的分别 在你时候 修法的时候 大家看着那 八正道 八正道法 就属于正定 非词呢 就是邪定 但是正定 得有正确的见解 这属于 看问题的看法 正见 正见 有正见的人 如果得解释 正定 说看问题 不正确 就邪制邪见 咱们经常说 邪制邪见 那邪制邪见 所调定的 那就是邪定 邪定 正定跟邪定的区别 是从见胜而分的 见胜分的 说 在我们 这个 生死当中 生死的因 生死的因 跟涅槃的因 涅槃的因 生死因 就是说 你造的业 是生灭的法 涅槃的因 是不生灭的因 得到涅槃的果 就是 你做好事 跟做那事 就是 善因 跟乐因 善行 跟乐行 你做的是乐行 想得的善的因 得不到 两个不是的 两个不是的 你做的 乐因 想得善果 也办不到的 所以 要把疑惑解除 什么是善 什么是乐 什么是正定 什么是邪定 善行的因 跟乐行的因 两个是相违背的 邪见 跟正见 两个也是相违背的 那么 邪见 产生的乐行因 正见 前生 正地的因 你正定的因 得的定 就得正定 你邪见 说得定 叫邪定 但是这个得有 有的慧的觉宰 得有智慧的觉宰 如果博物因果 什么事都不讲因果 绝对是邪知邪见的 因果论上讲 做好事 一定得好报 做坏事 一定得坏报 这是定的 那他所做的事 也不是啥 也不是那 定不下来 那就不定句 不定句 这善道跟乐道 就是在他因上的差别 因呢 就是他所做的业 他所做的业 他所做的业 就是善业 那是善因了 一定得到善报 他所做的乐业 是乐业 一定得乐报 他说这个事啊 非善非乐 那就不定 不定善呢 那举例说是外道 外道 外道 外道就是邪道 跟佛教所说的 菩萨所闻的正法 那是二成人所闻的正法 苦尽灭道 是正法的 那是四伙 邪根正 八正道 翻过来 就是八邪道 这是讲的二成人的 讲的凡夫的 那行善行的 菩萨呢 他修大成法的时候 修大成法的时候 他行六道 六道 不是世界一种禅典之魂 或者六臂 翻六度而成六臂 那就是邪道 邪道 正见正定 邪见邪定 他们所有的一切的 一致什么 一致是见 见 见就是 看一个事物的看法 就是他的见解 如果看一切诸法解空 一切诸法无限 无信 无作者 就是圣道 圣道 因为一切法有 常有 这是邪道 一切法是无常的 外道说是常的 一切法是生灭 一切法 说这个心呢 不跟生灭法 和和 这就是正的 这就是正的 正的 方过来就是邪念 说二成人 他光苦即灭道 以这个实心 来转化成为智慧 直到一切 一切四千相 是苦的 苦怎么来的呢 是你招感来的 是祭来的 那要想 修道 灭这个苦祭 修道呢 那是正 得灭尽定 修道正灭 把烦恼灭了 把现行的 烦恼灭了 能知的 这个知 也不存在了 自也灭 声闻的 二成人的 替过那个实心 断了现行的 一些烦恼 就灭身敏字 入定 这叫正定 圆觉菩萨 他圆觉的 圆觉 他依着十二因缘 来这么反观 也是灭现行烦恼 没现法 自也灭的 就灭身敏字 全称的菩萨 他观尸体 十二因缘 光苦一灭道 无常无我 无众生 无受者 性向空击 无所否 行六多罗密 他是随他的一面 随的一生 而受生 为什么都要受生 他这以慈悲 他不断祸 留祸注尸 留祸注尸 他要入即定 同语而成 他不入即定 他则是灭无名 正法身 这叫菩萨 说一层的菩萨 咱们讲 华一层的菩萨 他一入来的 普光明字 一入来的普光明字 咱们的光明殿 就这个含义了 入来的普光明的智慧 发心 他要达到灭 无根本的无名 灭根本无名 正得了入来 根本普光明字 以这个大智慧 来进修 所有的定 跟他的用 都随智慧 一神入定 一神祭 多神祭大仲 多神祭 一神祭仲 利益纵生是不停的 说一切法空 这是修 实地法门之体 这是以无相的理 成就实际的体 这是三层人 所达到的果 这全是正定 说舍不定相 舍不定相呢 现在九地菩萨 教货众生 令众生巨舍 不定相 无定 无烂 尊门应真 这以下的经文呢 就说着 经文是 金刚丈菩萨说的 佛子 菩萨莫菩萨 随顺入世之智慧 明三回地 金刚丈菩萨 跟谢特约师父讲 如何是三回地的菩萨 说 如果是能随顺这个 正定据 前着刚才所讲那个 那是随顺智慧的 随顺智慧的 这就是三回地菩萨 住此地以 八地菩萨从菩地 而发大心 进入三回地 住了三回地的时候 了知众生 众星差别 一切众生 他所有的心 这住行是指着众生的心啊 众生的心的一切运动 就是心形 所有差别相 菩萨呢 九地菩萨 主体第一 有调化 调伏 令得谢特 这个令得谢特 就是 令一切众生 得谢特 因为九地菩萨 智慧 强就 能指一切法 也能指到一些众生的根器 指到受化者 知道教会的方法 也知道化到一切知识的方便 他就制成就 制成就 第九地菩萨成为法师位 法师位叫说法 说法教会众生的时候 这叫口业成就 口业成就 钱的时候智慧成就 不但成就了而后 能知道众生的根器 知道化到众生的一切意识啊 一切方法 教会的规则 口业成就了 能给众生对机说法 转化众生的习气烦恼 第三种九地菩萨 法师自在成就 就是说法自在 得甚深托洛尼 成就这种的德 这就叫 住此地 住在第九地 教会众生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华言 历红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 一百零三岁 感恩 孟参老和尚 一生 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筹建 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 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 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 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 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耶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 纪念释迦摩尼佛圣诞 玉佛节 祭庆祝母亲节 举办感恩习灾祈祈福法会 恭请赞山法师祖法 日期五月十四日 星期日上午八点半 借杀卢树 护生点灯 共水及蔬食饗宴 法会地点 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 254号至86-14 洽询电话 南投分会 049-256-1311 049-256-1311 草屯分会 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佛恩 佛教慈悲至业 花莲分会 三月共修法训 三月五日 周日 下午1点30分 礼拜八十八佛 鸿鸣导灿 三月十一日 三月二十五日 周六 下午1点30分 恭送地藏菩萨本月经 点灯 供水 要供 祭甘露 施石 恭请常驻法师 祖法领众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贵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自尽的狼王 狼群中最强壮 最狡诈的狼 便是狼王 他会带领着狼群 在大草原上捕猎战斗 一头优秀的狼王 甚至让人类都会感到头痛 可恶的狼群 他们究竟是怎么在我们眼皮底下 悄悄无声无息的 将牛咬死呢 是啊 昨晚他们袭击牛群的时候 我们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这些家伙真是太可恶了 这一定是狼王哈记的狼群 也只有狼王哈记 才能做得这么完美 让我们一点都无法察觉的 狼王哈记 那是什么呢 你不是我们草原的人 所以不知道 狼王哈记是这里最狡猾 也是最凶残的狼王 没错 他的狡诈和凶残 不是别的狼所能比得上的 他在草原上可是恶名昭彰 只要在晚上听到他的叫声 我们牧民可就一晚上都不敢睡觉呢 哦 他真的有这么厉害 是啊 狼王哈记一天不除 我们就一天没有安宁日子 昨晚就是个例子 我们要想个办法除掉它才行 对 我们要想个办法除掉它 既然昨晚他们咬死了这些牛 那今晚一定会回来吃他们的 我们可以在那些牛肉上下毒 嗯 这主意不错 那帮家伙不是喜欢吃牛肉吗 我们就让他们吃个够 于是 牧民们将这些牛肉抹上了毒药 他们期待着 晚上这些毒肉会被狼群吃掉 可是第二天 他们再一次来到这里时 却被眼前的场景给惊呆了 牛身上那些抹过毒药的地方 都被狡猾的狼小心地撕咬了下来 扔到了一边 这一定是狼王哈记做的 也只有他才会这样狡猾 能避开我们设下的陷阱 看来 要想抓住狼王哈记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就知道 狼王哈记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所以 我把我们草原经验最丰富的老猎人 请来帮忙 毒药的气味那么重 别说狼王哈记了 就是普通的狼 也不会吃这些肉的 那该怎么办啊 狼王哈记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每次对牛羊群进行袭击之前 都会亲自来观察环境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抓住他 可是狼王哈记那么狡猾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抓住啊 哈哈 再狡猾的狼 也斗不过好猎人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 不过 要想抓到狼王哈记 那可是需要费一番力气呢 要知道 他可是非常狡猾的 我们绝不能让他闻到 一丝丝金属和人的味道 才有可能捕抓到他 老猎人用骨头做的刀 切下来一块嫩牛肉 然后又将这些肉切成小块 用绳子拉着系在马鞍上 拖着绕了十公里的圈 没走一段路 就扔一块肉饵 整个过程 他没有用手碰一下 更不敢朝着那些肉饵喘气 生怕被狼王哈记 觉察到一丝人类的气息 好了 我们现在 就等着狼王哈记上钩吧 老猎人 你究竟设置了什么陷阱啊 捕兽夹 捕兽夹 那我要告诉你 狼王哈记 就像是能看到我们隐藏起来的陷阱一般 他每次都能顺利地绕过那些夹子 是啊 我们用捕兽夹 试过好多次了 可是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你们那样直接用捕兽夹 当然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一路丢下肉饵 那头狼跑了十公里 就会气短 这时候 他的嗅觉会有所下降 而此时 如果他又看到了更大的一块鲜牛肉 那一定会扑过去 因为这一路上 他的警惕心 已经被一点一点的消磨没了 老人家 你可真有办法呀 你真不愧是草原上最优秀的猎人 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来 这样一来就不怕狼王哈吉不乖乖地进入我们布置下的陷阱了 你可真是把狼研究透了呀 今天晚上 大家早早睡觉吧 半夜 我们可是要起来 去看看那头狡猾的狼王哈吉呢 对 要是抓住了那家伙 我非一枪打死他不可 那家伙 竟然咬死我们 那么多头牛 不行 我们不能打死他 啊 为什么呀 我们可以 布下陷阱 利用狼王为诱饵 将狼群引来 一举消灭 对 这主意真是太好了 是啊 我们要将这些可恶的狼一网打尽 当天夜里 老猎人和牧民们 带着猎枪 赶往了设置捕兽夹的地方 果然 狼王哈吉 已经被安置在那里的多个捕兽夹 紧紧地夹住了 太棒了 我们终于抓到了狼王哈吉 不要说话 狼王正准备求援呢 你们听 狼王这是在求救呢 这是他召集狼群的信号 大家准备好 出现一只狼 我们就处理掉一只 这只母狼 是狼王的妻子 我见过他 平常 他都一直跟在狼王的身边 有一次 我亲眼看到 他叼走了我的羊呢 那我就给你的羊报仇 太棒了 打中啊 这个可恶的狼王 再告诉同伴 这里有危险呢 那要怎么办呢 放心好了 那些狼 是不会轻易放弃狼王的 果然不出老猎人所料 又有好几只狼 远远地跑了过来 狼王见到他们后 急忙发出一声声吼叫 提醒他们这里的危险 这些家伙怎么停下来了 是啊 他们没进入我们的射程 怎么办啊 你们放心好了 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狼王的 不要管我 你们快离开这里 不 狼王 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你们看 他们不会放弃狼王的 你说 这些狼 还敢过来吗 当然了 虽然狼非常奸诈 但是 对于他们的狼王 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拯救他 你们快走 快离开这里 否则都会死在这里的 这是命令 我们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你是我们的王 我们一起跑过去救你 还有很多兄弟 也在赶来的路上 我不信他们 能将我们全都打死 大家准备好 狼群要做最后的冲刺了 狼王的眼睛里 充满了憎恨和愤怒 唯一没有被夹住的爪子 在地上 拔出了一道很深的钩 长时间的挣扎 和不断的淌险 已经耗尽了 他的力气 狼王哈吉 已经奄奄一袭了 但狼群 还是没有放弃他 准备好了 他们 要冲过来了 不要过来 快走 再这样下去 我的狼群会有更大的伤亡 唯有我一死 他们才会放弃拼死来救我 狼王哈吉 他真是一头值得敬佩的狼王 狼王死了 我们不能让这群狼跑掉 他们不在我们的射程里 而且 我们已经将狼王哈吉杀死了 这些狼也成不了气候 我们 就饶他们一命好了 狼王哈吉死了 可是 为什么我心里 却一点感觉不到高兴呢 是啊 没想到 他竟能为了救狼群而舍命 虽然我们牧民都恨他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头令人敬佩的狼王 出于对他的尊重 我们还是 将他埋葬了吧 他以后 他也帮助他 我心里 他也帮助他 互持功德出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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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